我問一下2388 因為有人問 Cara 她說她29.6買入 她說有沒有機會再上 29.6買當然都是近期的事 說真話近期買始終都比起 月初25元變鬆一點 其實都買高了很多 當然我自己就 剛才也說到過去年時間都看得比較好 但是在過去這兩個星期都有講過 就是我覺得反而這些位置才再追 要小心一點 雖然她的股價現在看來還在升 但是可能應該升速 其實沒有之前的星期這麼快 就是慢一點 因為始終雖然大方向 我覺得今年看法是好的 始終還是有加息那個憧憬 或者那個步伐預期還要快一點的時間 對於他們的息差 是有一個比較擴闊的一個受惠可能性 但是始終去到這些價位 要小心短線可能會有些整固 還有剛才提到 除了股價走勢的升速慢那些之外 你連成交也一樣 其實反而這一陣股價不斷上升 但是成交有少許是縮下來的 所以都是有一點點的跌持因素 所以我想這些位置 如果純粹在一個短線炒價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就未必有太多的水位 所以在一個短線炒股價的角度 我想向下如果真的穿回 譬如大概29元邊 幾毫子可能先行退一退才會好些 但是如果你買下來不是貨炒價 而是貪圖中長線的息因素 我覺得你可以拿著它 甚至乎這樣說的話 你手上還有註冠的話 反而低位才再加會好些 嗯